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我有机会离开办公室 呼吸新鲜的空气 这次 为了配合拍摄 我需要做一碗面 一碗能代表家乡的面 早起来 吃午 喂 妈妈 喂 你就收稿米咋做了吗 收稿米咋咋 嗯 妈做鬼吗 人家学做了词词 你也是想妈在外面过来 咋会介绍啊 就是有一群人家们 就把炒米也倒进去 就会强 也死了一点 就是米一条四围也得省 啊 没错 面条就是唯一的神 这就是飞天面条神教 简称飞面神教 飞面神教不是一个古老神秘的宗教 它是在2005年 由美国一位物理学毕业生 博比亨泽森创立 飞面神教声称 宇宙是由一个会飞行的意大利面条怪物 在一次严重的酗酒后创造的 这个意大利面条怪就是唯一的真神 被称为飞面大神或者主 飞面神教被称为讽刺宗教的宗教 如果你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我就可以认为世界是飞面神创造的 你不能证明你是对的 我也不能证明我是对的 尽管听上去有点荒谬 但是飞面神教已在丹麦新西兰获得许可 荷兰政府还把它认定为合法宗教 而且在世界各个地区几乎都有它的分舵 我找到了中国区的一个分舵 了解到几位资深教中 在计划组织一场飞面神教面积会 我马上决定参与其中 我很想知道信仰这个飞面神教的意义何在 参加这次大会的教友一共有十位 他们来自全国不同地方 这次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面积会的第一个环节是飞面神教研讨会 作为其中一员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第一个议题 我们讨论了飞面神经的全面升级 面积是最重要的 这个圣经是讲的一个 到现在的话已经十年时间了 内容已经复合现在的需要 第二个议题 我们讨论了炉色真经国际版的中文翻译 之前管的教是道德的地方 道德的道德 但是特地一个是原文的 那就是录的 大家说感觉门色真经的好 第三个议题 我们讨论了对面教天堂的扩建 最初的给教授的福利就是说 天堂只有飞面神教工厂 和平球火栈 这个局限性非常严重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飞面神教 还有理解的那种 第四个议题 我们讨论了吹面货币 海盗币的发行 任何有政策性敏感的东西 咱们都不做 对 我们是一个记忆向上的 不直接发行 同意同意同意 其实前面几个议题 我完全没有跟上他们的思维节奏 直到第五个讨论一端的议题 他们把山西纠片列为了一端 作为世界面食之跟山西出来的人 我得解决这件大事 山西它有很多面食的种类 都是那种面片状的 甚至那个奇形怪状的 它不是面条 但它还是面食 然后为什么会把艾档要订为一端呢 因为我煮之前说的 就是重点是在面条形状 我煮突出的重点 也是通过它的复制来操控这种 这种东西是没有煮的复制的 那那个东西就不算面 不算面 你这思路不对啊 图像面精啊 你看它说这个亚原子咸 所有东西都是以非常细小的一丝软面 然后用即使最牛逼的显微镜也看不着 所以你说这个面块 它里面分为了很多细小的这个面 在教友的关注下 当西纠片被排除了一端的身体 但我依然迷糊 这个讨论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晚上我跟着大家回到了一所别墅 回来了回来了 在这里他们将进行面机会的第二个环节 煮面大会 煮面大会其实就是让大家一起煮面的大会 教友们发挥各自所成去制作面食 感谢面神的恩赐 但我发现各位教友居然都买了现成的面条 只有我买了面粉 他们在那边切肉切菜 只有我先生在这儿混 趁着揉面团的空道 我抓了几个教众 去聊聊他们对非面神教的理解 首先我找到的是加入了面教六年的陶霸 陶霸的父母是虔诚的佛教徒 而他自己却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我小时候被车撞回一次 出过车祸 他们说是因为念佛把我念回来的 但是我打死不信 本身接受无神论的教育下来 还是比较相信无神论的 有一天后来到晚上看到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对很意思 我们给你看看 发现其实它的核心 它的内在其实也是无神论 就相当于说既不相信面神 但我又相信它的价值观 是的 我们要有这种很强烈的矛盾感 那让你引起你的思考 这个世界真的是由 比如基督 比如说安拉 来创造的矛盾 我们用这些矛盾呢 其实来思考这些问题 宗教的很理性跟必要性 我似乎能明白非面神教的讽刺性 但我还是疑惑 这仅仅是一个 为了讽刺传统宗教而存在的宗教吗 在国外它可能是 只是针对讽刺宗教的 但在中国也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一样 其实既然它落地在中国了 我们还是希望它在中国的发展 能够更本土化 不单单是宗教的方面 它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生活 所以你觉得非面教是给你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视角 老一辈的思想或者按照世俗的思想 我们应当在恰当的年纪去结婚去生子 但是这群人他们会更偏向心 先思考明白为什么要恋爱 恋爱的意义是什么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 生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再看自己恋别人去做 会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点 不会太用世俗的人的那种观念去生活 在这个气氛下面的话 我感觉我更敢去放手脚 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反正主不在乎嘛 教友们似乎很喜欢说主不在乎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的欲望从吃喝吃饱穿入暖 转化为好 做那个三角里面更多是 自我实现的情况会太难了 现在很多都是要靠运气 没有运气的话 就只能让他在于你套路 所以很无奈 自己能改变的东西 你会努力使用改变它 如果改变不了 只能不笑一下 主不在乎 都行可以无所谓 你想入觉也不随便入 七天五条街去退觉 都可以都没问题 与两位较重交流过后 我一边默默思考主不在乎的价值观 一边赶紧继续做我的纠片 他们现在都在楼上玩桥牌 就我一个人辛苦地在这做面 就剩这块 差不多一会儿就可以做面 OK 完锅 大家对这面片有了新的认知 不知道一会儿吃的时候 假如不好吃的话 会不会被鬼鬼一断 赏面大会开始了 由飞面神教的牧师队 带领教众做赏面之前的祷告 感谢主赐予我们食物 祝大家吃好喝好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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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非常虔诚 那你是怎么拿到这个牧师的 四十刀 在美国求学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他帮我给的钱 我到现在还没把钱给他 所以就是说花钱买 主不在乎 所以教终也都不在乎 你如果在乎的话 那你也只能生问题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在乎 那这种态度就都可以 都不在乎跟前段时间 活的佛系青年挺像的 你怎么看 前一段说佛系 其实是当下的一种丧子的话 因为你也无力改变这些现状 你做了有可能还失败 你就偏向于我选择不做 既然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就只能就是退而求其次 那我们可能就慢慢的 接受了这种态度 你觉得他们是无力改变现实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状态 多到钱的问题吧 就是你能赚得起 自己赚得起防了人还是少数 所以你觉得他是消极的吗 他不是消极 你觉得我很消极吗 并没有对不对 我是以这个态度去对待很多的 这个并不需要那么在乎的事情 当然你面对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特别紧的想去抓住他的时候 你反而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所以近人是听天命一样 然后最后你再说主不在乎比较好 其实是一个更灵活的厨师哲学 你看主持人已经被传完教了 赏面大会的最后 大家对喜爱的面进行了评比 获胜者被授予吉祥面 没想到 最后是他赢了 本来还是被定为异端的 没想到今晚就拿了吉祥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Ramen 参加面积会之前 我一直在疑惑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 一天下来 我心中这个严肃的疑问并没有答案 但似乎这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摸清了成为教徒的奥秘 大笑 解构一切 不停止努力生活 把整个世界当作一只海底沉睡的水怪 伸出手搁置它 让它对我们重拳出击 好打在玩笑堆起的棉花球上 总之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飞面神教的成员了 教义规定 每个星期五为圣日 也就是休息日 教徒可以以此为由向雇主要求休息